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被提前进行 作为亚冠中超独苗 足协如此做 试题中应有之意 在这里 也应该对贵州横峰以及大连一方俱乐部提出表扬 如果他们不同意 这些赛程也无法提前进行 特别是大连一方 更应该点赞 为何呢 因为在这场比赛中 他们的核心球员卡拉斯科或许将无法登场 目前是国家队比赛日 卡拉斯科将代表比利时T热身赛 北京时间12日凌晨 比利时将与冰岛进行一场较量 两天时间 卡拉斯科能够赶回来吗 即使赶回来 如果在这场热身赛中出场再加上长途旅行 其状态也是存疑的 舒斯特尔 或许不会让他出战 要知道 这场比赛对于大连一方来说是很重要的 大连一方已经拿到了23分 而目前的天津全剑又是人员不整 如果一方能够顺利取得3分 那么积分将达到26分 暴击是不是就只日可待了呢 而卡拉斯科对于球队的重要性 那是不言自明的 放弃俱乐部的利益 保全整个中超的利益 大连一方的确是个好榜样 目前 中超在亚冠中的形势不容乐观 这里不是说仅剩天津全建一根独苗 而是明年的亚冠赛场的外援政策 从目前的局势来讲 明年亚冠肯定会进一步放开外援上场人数 届时到底是4加1还是5加1仍在讨论中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方案 对于中超外援3加1政策来讲 都是一种被动 如果外援从优势变成了劣势 中超球队要想在亚冠中取得佳绩 无疑难上加难 鉴于现在的形势 以及全建已经不可能参加明年的亚冠 所以在雨露倒露脚的撕回和较量中 他们应该放开手脚丢下包袱 全力以赴地去拼吧 莫要辜负整个中超的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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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